Hello各位小伙伴你们好 我是入江水闪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真的是做得我非常的有负责感 最近半个月呢 我借着工作的名头 甚至收了粉丝送的礼物 就陆陆细续搞了很多东西嘛 真的超级有负责感的 也花了很多钱 那么今天的视频呢 就是带各位小伙伴一起来 看一下我买的这些东西 这个不是买的 这个是老娃最近给我寄的微距镜头 它是一个定焦65毫米的 我是用它来拍一些产品的细节图 会拍出那种陌生感 好了我们先放一边 下面的这些东西呢 我决定从工作设备一次介绍 墙墙相机 在我最早的时候呢 曾经拥有一个M50 M50呢是我的第一台微单吧 但是后来我觉得它画质不行 就把它卖掉了 当时呢也拍了一个视频 我觉得那个视频可能是我颜值的巅峰 好了那最近这段时间呢 我发现一个F5再加上运动相机呢 是不够我拍片子的 所以我用弄了一台 叫索尼的A7 A6400 我之前想买A7M3的 但是实在是囊中羞涩 但是它这个画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说槽点的话 就是这个屏幕的成像素质实在太差了 那为了搭配这个相机呢 我买一个定焦头 这个定焦头呢 它是16毫米的 最大光芡是F1.4 用起来还是蛮舒服的 那说下这两样的价格 镜头呢是2000块钱买的阿手 镜头这种东西真的非常的保值 只要你保护的好一点点 基本上玩个几年 卖掉的话 不会便宜几百块钱的 那机身呢 是买了一台新的嘛 因为像这种机器呢 我就不太想买阿手了 大概买的价格呢 是5400到5500 好贵呀 这是一个笔记本 这个笔记本呢 是我买来就配给摄影的 因为年间呢 可能是有一些工作安排 是需要出差的 这台笔记本呢 它的是一台阿手的 这个型号呢 我拥有非常多 就是P50开始 P50 P51 包括这台P5啊 我都买过 基本上都是阿手买来 然后用一用再出出去 中间折价个几百块钱 像这台笔记本呢 我买的时候呢 它标价是7900多 但是呢 好像挂了几个月都没有出去 然后我问的话 我说我成心要 然后那个上一个卖家呢 就说了 好那我就7700给你 那我说到之后呢 没仔细检查 刚刚看一下 可能这个地方有到滑 可能要不就算了吧 可能我再出的话 就折下架 你们不要羡慕摄影 你们感觉它好像 拿到那一台笔记本 并不是 你们要想它 年间可能还要工作加班 当年我是怎么办 把它骗到这里的 我是跟它说 以后我做得好的话 我收钱了 一定会给你分成的 这个P系列呢 一般买的人很少 因为它是移动工作站 就说你想玩一些3A的游戏呢 可能还是差一点的 我把Okunus又买回来了 因为我想水视频 节奏光剑大家都知道吧 节奏光剑呢 其实看的人 玩的人应该蛮多的 看的人就看 推不推出去了 我个人呢 非常喜欢玩这个东西 中间呢 还只不过一段时间 但是我之前呢 把那个 STC Vive给卖掉了 这台像 这台机器呢 其实我个人感觉 它的质感 给我的感觉 没有就是Vive好 但是它可以 就是户外排 并且可以录像 都是老美的机器 就是我要做一些操作呢 要科学上网 要怎么样 就其实蛮麻烦的 如果只是玩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 不是很推荐这台机器 最近呢 好像还有一些新产品 如果有机会的话 那就再给大家做一下 机器呢 是差一丢丢就3000块了 买一个节奏光剑的 原版游戏 因为破解版的游戏呢 是不能自定义 下载这种自定义歌曲的 然后这个游戏呢 也是需要科学爬梯子 然后再去老美的网站 想用他们的一个 支付的遗憾卡去买 一开始呢 我先去找淘宝的那个代购 结果没有代购成功嘛 然后我就找一个小伙伴 就小天乐 然后呢他就帮我买了 我想把钱给他 他跟我说不用了 然后让我给狗哥加个餐 因为这段时间我买了太多的游戏卡 我就半退半奏的就从了 我非常的不好意思 但是还是谢谢天乐 我一定会给狗哥存着 等他以后娶媳妇的时候再给他 游戏呢 换算成人民币 然后再加上手续费的话 可能要225元哦 国行的索尾奇 思念哥哥买给我的 其实索尾奇呢 我之前是有一台的 是我当时还在录 夏尔达传说旷野之戏 一开始呢是叫荒野之戏 我玩的录视频的那个版本呢 是下载的破解版 为什么是破解版呢 因为那个时候呢 国语还没有出来 就是你要玩它的话 全都是日语 根本看不懂 所以呢我就去玩的破解版 但是我买了索尾奇 我买了夏尔达的卡 因为这样的话 就能堵一些人的嘴嘛 他们说你录个视频 你还录盗版 但是我虽然就是买了索尾奇 晒了卡 他们还是说我录盗版游戏 然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我手头比较紧张 我就把索尾奇卖出去了 卖出去之后呢 这段时间我觉得好香 又出了好多好游戏 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好香呀 思念哥哥呢 给我买的是全新的国行版本 价格是稍微过一点点的 因为我这边心里想着 我想录一个国行的视频 所以就半推半奏的就从了 其实呢 我觉得二手的日版也很香 我比较喜欢玩T杆游戏 目前呢 好香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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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